是你自己買還是你家人幫你買 我教他們買 蛤 你教他們 那你會覺得喔 他們 零股很廢嗎 不會不會 怎麼會 他們也很棒啊 他們也是 你買什麼 探權的那一種 喔 你買探權喔 花紙啊 你的本很多耶 歡迎收看超級研究所 我是超級搜查員 千涵 我們今天要研究的主題是 學生時期的投資經驗 到底越早投資 獲利就能越滾越大嗎 還是找投資反而賠更多呢 那我們話不多說 快跟著我一起實地街訪 搜查大家的投資秘密吧 於是我們走訪台北各地 調查大家學生時期的投資經驗 開始接觸我們是大學的時候嗎 應該是國一國二 大三左右 所以你也是大三大 家人幫我做投資 會買股票 有啊 但是我是 我是跟同學學的 所以他們會分享一些資訊 那他們分享的資訊 有讓你獲利嗎 算有 但我其實只是買靈骨 就簡單 海外產權一些分隔之類的 還有黃金買賣 其實是因為我家人自己本身 就是在做這一塊的 這段時間這樣的獲利 大概可以 方便透透是多少嗎 一年13%這樣 那也是蠻厲害的 身邊的人也會投資嗎 跟我同齡的可能比較多 就是買靈骨 然後看一些就是標的這樣子 那你會覺得 他們靈骨很廢嗎 不會不會怎麼會 他們也很棒啊 他們也真的是 我們發現許多人都有過投資經驗 甚至是從國二就開始投資股票 是怎麼怎麼那麼早開始 就是本來就蠻有興趣 然後就找一些相關資源 那所以你那時候有獲利嗎 有 但因為本金也比較小 所以可能獲利就大概20% 大學試习 或是工作之後 才是比較專業的在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突然那時候想要學投資 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那個股票就跌到一個 我買得起的地步 過個一兩年 假設疫情回升 就會漲這樣 那所以現在有獲利嗎 有啊 但是賠回去了 賠回去了 你買什麼 沒BF 栽辦的 哦 你買栽辦的啊 哦 你買探權哦 花枝啊 你的本很多耶 但還是有人從來沒有投資經驗 現在是大學生嗎 呃 剛畢業 大學的時候有結束過投資嗎 都沒有結束 那你有存款嗎 月光 月光出了 嗯 那你會不會覺得 比如說你突然發生什麼 需要用錢的時候會不安 我覺得還是學生的話還好 可是你現在好像不是了耶 年輕人 終究還是年輕人 這邊也有個弟弟 小小年紀就開始他的投資生涯 是你自己買還是你家人幫你買 我教他們買 蛤 你教他 你身邊有朋友或同學跟你一樣已經開始投資了嗎 哦 我們班 好像不少人在玩 加密貨幣 算你小孩已經 這麼驚人了 所以是家裡不會給你利用錢嗎 會漸漸課口 所以要 漸漸課口 對啊 要自己獨立然後想辦法 謀生嘛 哦 相反的 也有人騙聖銀在起跑點 一開始是先投資他們的公司 總公司在馬來西亞 哦 哦 你是負二代嗎 不是 不是 那你身邊朋友有開始投資的人嗎 已經賺到 七百萬都有了 蛤 你真的不是負二代嗎 不是 你身為的朋友們怎麼 嗯 就是負二代 另一半他 會投資的話 你會覺得是加分點嗎 我覺得 算是加分 但是會害怕風險 你說怕他騙你錢嗎 還是 怕他騙我錢 或怕他自己把自己搞到破牆 哦 哦 我們也詢問了其他人 對於另一半沒有投資觀念的看法 我ok 哈哈哈 所以 可是你現在這個年紀身邊的男生 有跟你一樣厲害會投資的嗎 同齡人比較少 一樣就在買靈鼓的錢 靈鼓男 對對 靈鼓男 靈鼓男 靈鼓男表示 而這邊的小情侶 則有個完全不同的煩惱 他每天吃飯都在跟我講骨跳 真的假的 那會覺得很棒還是很煩 一開始覺得很煩 但後面就是因為聽也覺得 一開始了解就覺得蠻不錯 然後加上也有獲利 對 因為如果是綠色應該就 不會是這個態度 部分會損起來 因為我覺得 最終目標還是希望說 自己在30歲左右有機會 買房子 買車這樣 對對對 至少可以 可以娶他這樣 哦 好浪漫哦 對啊 剪輯以下 實地接訪過後 我們發現有從國中開始投資的 也有到大學 甚至出社會後才開始的 到底每一個階段 最適合的投資方式是什麼呢 馬上就請專家為我們解答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千涵 今天超級研究所邀請到的來賓是 華南期貨Joyce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yce 根據我們實地接訪過後 發現大部分人 多多少少在學生時期都有接觸過投資 那就想問一下Joyce 學生投資有沒有什麼該注意的事情 有穩定獲利的方法可以提供嗎 但是我們還是要先問一下Joyce 自己在學生時期有投資的經驗嗎 有 其實呢 我在學生時期就有投資的想法了 那 畢竟是學生嘛 所以一剛開始的投資都是以保守型為主 所以當時為什麼會有產生這個投資的想法 一剛開始的學生時期我的收入來源主要都是以打工收入為主 那大家也知道學生時期的打工收入是很固定有限的 不過呢 我大學的時候實習是在保險公司實習 對那保險公司呢就會有很多很成熟的學當界 那不定期的呢 會請專業的財經專家來去做財經分享 對那也從中我就知道說 哦原來我一樣是我打工賺來的錢存在銀行裡面 但是我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來去收取所謂的利息收入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有了我的第一筆投資 就是比起銀行儲蓄險的利息是更好的 然後當時其實作為一個投資小白 就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我自己那時候是覺得相對於我們文學院來講 因為我是新聞學系的嘛 當時我身邊的人是真的蠻少有投資的想法 然後後來我自己接訪後發現 會有這些大學就開始投資的人 大部分都是商科學院 對都幾乎是本科系為主比較多 所以其實你大學的時候能去保險公司實習也是 算是你投資的敲門專耶 哦可以這麼說 那想問一下當時投資有遇到什麼困難 遇到困難說沒有是絕對是騙人的 因為你也知道說大學時期打工收入就那麼一點點 現在也沒有高到哪裡去吧 現在好像也才2萬5 2萬5差不多 對所以那個時候還不能隨隨便便請假等等的 那也就是因為那樣子收入有限的狀況之下 那也就是因為那樣子收入有限的狀況之下 你要知道說從存錢變成是固定存錢 光觀念上它就有落差了 對耶 對你要知道說所謂存錢就是我賺到的錢存進去銀行裡 我有需要的時候我從銀行裡提出來 然後到月底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糟糕了 我要吃泡麵了 為什麼覺得每個大學生都有吃泡麵的經歷 都會經歷過是嗎 不過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慢慢訓練自己說 其實不能這樣 你要有規律要有紀律的來去理財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當時候的本金是從打工的錢來的嗎 對 當時候的本金全部都是以打工收入為主 所以那時候投資也完全沒有父母push你嗎 就是比如說我拿一些本金給你 或是跟你說你要存錢要存多一點 都是自發性的 對都是自發性 因為那時候就會覺得說以自己存來的錢 然後不管是說固定存款 或是投資型的存款 會覺得說是用我自己的錢 就會莫名的有一種驕傲感升華起來 對 那所以當時儲蓄銜又讓你獲利嗎 因為我自己當時是我也有存儲蓄銜 然後我是存那種六年一個月六千塊 所以其實我六年後這樣下來 就是有一筆固定的資產就大概四十三萬左右 那應該是落在這個數字嗎 其實差不多但是絕對不可能會低於它 它會再高一點 因為千涵你要知道說我們是採儲蓄型的保險 那它當然除了歷史之外 它還有一個負利的效果 所以實際上的數字其實是比它多更多的 對但是其實我們剛剛聊到的是你自己學生時期的投資資源 但是我們現在日新月異 現在的大學生有很多獲取資訊的管道 對 那我想問一下其實因為大學生現在有投資想法的人也蠻多 你會對於比如說在大學在學中啊 社會新鮮人啊跟上班族這三個不同年齡段 他們的投資建議是什麼 那投資理財這件事情呢其實我都很重視了一句話 就是你不理財 財就一定不會理你 對那當然呢你不能單純只是聽專家說 然後或者是去聽信來路不明的消息 你一定要自己本身實際去研究商品 那這樣子呢不管是你在人生的哪一個階段 你會透過學習的過程中知道說 欸你自己的資金配比要去怎麼樣去選擇適合你自己的理財商品 就你要投資你就不能偷懶 對 你一定要自己先去學 對 比如說大學生跟社會新鮮人 我自己是覺得算是本資金比較少嘛 然後風險承受能力也相對比較低 對 一剛開始大學生畢竟他的本金有限 那有些人他們可能就是比較辛苦以打工收入為主 所以一剛開始我會希望就是說大學生呢 求學生都是以保守型投資為主 然後像是比如說ETF就0050或00878 或者是說零股 零股就台積電 對或是中華電信等等 對 因為呢 嗯 零股的方式就是類似像小額存款定期定額的概念 那學生呢其實除了存錢也是另類的投資的開始 哦 那還有一個就是關於比如說我們現在出社會三年以上的上班族 他們已經有一筆存款了 風險承受能力也比較高 那會就可以去投資股票啦 比如說盤面上的一些標的 一些族群電子股就可以買了 對 或者是美股啊債券啊基金等等的 那它可以分為兩個類別 一個呢一樣是保守型的投資也可以 然後一種可以朝向機器型的投資也是可以 讓自己的收入分成兩塊 對投資收入它可以分為兩個區塊 保守型跟機器型的投資都可以 哦 了解 謝謝Joyce今天的分享 那今天Joyce呢針對了三種不同階段的投資人給了不同寶貴的建議 尤其是對投資小白來講啊今天是應該是非常有幫助的一集 那未來呢我們也會做更深入的訪談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哦 感謝您的收看超級研究所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